据法新社18日消息 美国国务卿库林肯证实 美国外交使团的车队当地时间17日 在苏丹遭到枪袭 但车内人员安任无恙 近日 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在首都喀吐木等地的武装冲突持续 苏丹中央医生委员会17日下午发表声明称 已有超过100名平民 在喀吐木附近地区的武装冲突中死亡 士兵死亡数字已无法统计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